在 2024 年最热门的车是什么车 我相信里面一定有一款是 Proton S70 那么这一款车 每个月供钱要多少钱才买得起呢? 然后这款车养车难不难养呢? 今天我们就来帮大家算一算 养这辆车跟后续的保养费用是多少钱? 可以在影片开始之前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啦! 首先我们计算的车型是 Proton S70 的 Flagship 为什么会用这款车是因为原厂的官方数据 表示这款车是最多人订的 它的售价是 89,980 块 所以我们今天一切都是以这款车为准 首先我们计算大概是10%的收期 然后利息大概是 3.2% 左右 然后乱七年 那么你每个月的供期大概是在 1047 块左右 不过在这里要跟大家讲呢 这个银行的利息呢 会跟不同的银行还有个人的 document 来进行一个证件 所以这个只是做一个参考数据而已 接下来我们就要讲保险的部分 根据了解呢这个 Proton S70 的保险 大概是在 2900 块到 3100 块之间 同样的这个也是一个参考 因为保险会根据不同的人 会有不同的费用啦 除此之外呢 要看你是买新车还是旧车 Trade-in 如果是旧车 Trade-in 的话 你的 NCD 就可以 transfer 到你新的 S70 上面 你所需要缴付的保险费用就会低一点 不过如果你单纯是买新车的话 那么第一年你就是必须有 100% 给这个保险费用啦 以上我们算的这些点呢 只是每个月基本公车的费用跟手期还有保险的费用 那么接下来就会进入正题 就是养这辆车怎样算 首先讲到 Proton 车款的这个保养呢 首先你买新车呢 它第一次 Service 就是在 1000 或者是第一个月 你就要回去检查了适合者危险 之后每一次 Service 就是 10000 公里单 或者是 6 个月也同样的适合者危险 如果你没有根据这个守折回去保养的话 原厂是可以 void 你的 warranty 的 这个不管什么品牌都一样 请大家要注意一下 首先呢 这边我们会列出 Proton S75 年的总计保养费用 大概是 4790 块左右 如果你平均算下来的话 一年还不到 1000 块 其实算起来以一台所谓的 C-Segment 来讲并不贵 不过这边要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价格表是旧的 因为从 2024 年 3 月 1 日起呢 政府把这个 SST 呢 从 6% 提升到 8% 所以目前 Proton 其实还在更新他们的保养费用 因此呢这个数据也是仅供参考啦 可能会有一点点落差 但是因为这个 SST 只是涨 2% 而已 所以实际的价格并不会差距太远 还有个贴士要跟大家讲就是 因为 Proton S70 采用的是涡轮增压引擎 所以你在 Service 的时候呢 Service Center 可能会建议你使用品质更好的机油 这个就看个人选择啦 不过我推荐如果情况允许的话 是可以选择这个比较好的机油 因为我自己的涡轮车款呢 我在 Service 的时候也是选择比较好的机油 但是相对的它的费用也会比较高啦 当你回去 Service 的时候呢 这个 Service Center 会列出一些列表 让你看你的这次保养会进行什么保养 其中也会有一些额外的 Service 例如讲加黑油精啊 或者是讲更换预刷啦 又或者讲 Service Econ 其实这一些呢 你是有权利说不要的 当然如果你觉得有需要的话 你也可以去进行 但是你加入这些 Service 过后呢 你的 Service 费用呢 就会跟原厂列出的 Service 费用不一样 所以这个也是看个人的 但是很多的额外添加的 Service 选项呢 你是有资格说不要的 所以这个自己就要去拿捏一下 看你需不需要啦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 不管你是 S70 的车主 X50 的车主 还是 S70 的车主呢 你都要注意的一点就是 Proton 的这个 Turbo Engine 是采用 Timing Belt 的设计 而且呢在Proton 列出的官方 Service 列表里面呢 是不包含这一个更换 Timing Belt 的时间表 我个人建议呢 你在三年或者是六万公里的时候 就需要去更换这个 Timing Belt 而根据了解呢 这个更换 Timing Belt 的费用大概在 $1000 到$1100 左右 不过详细的价格呢 你还是需要去跟 Service Center 确认一下啦 当然洋车不只是 Service 车 还有一些 Wear and Tear 的东西 那么接下来就跟大家讲到一些 Wear and Tear 的东西 包括像是刹车片呢 跟轮胎等等 刹车片的话其实这个还是小事情啦 普遍上呢 价格大概是$150 到$250 左右 看你要选择怎样自动性能的刹车片 然后除此之外呢 刹车片通常来讲呢 你换一次大概可以顶一两年 甚至可以顶到三年 所以其实这个费用不算高 而且新车来的刹车片其实也可以耐蛮久的 所以这个应该是在两年到三年之后 你才需要去烦恼这东西 不过我相信$150 到$250 这样子 这个费用并不算太高啦 仰一辆车真正痛的地方 其实就是在它的轮胎的部分 Proton S 其实采用了17寸的轮圈 所以这个17寸轮胎其实还蛮贵一下的 我们会以一个比较好品质的轮胎 来做一个评估标准啦 如果你选择的是 Continental 的 UC 器的话 那么一条轮胎大概会在$360 到$400 左右啦 这个有没有包括这个安装费用 你需要去跟这个轮胎店确认 如果你想要Performance 更好轮胎 例如讲这个Michelin PS4 那个一条轮胎就是$500 多块的事情 如果你同时更换这条 这个费用真的是比较贵的 当然你可能要去选择一些比较Eco Daya 的轮胎 那么它的费用可能低一点 可能$300 多块就有啦 但是作为这个汽车最大的安全配备 轮胎选择的部分我会建议大家 如果能有能力的话 尽量选择比较好一点的轮胎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最后呢就是像是鱼刷水啊 或者是鱼刷等等等等 杂七杂八的东西 这些东西的费用基本上都不贵 而且是几个月或者几年才更换一次 但是其实这个也是一笔费用来的 所以大家记得要注意这些点啦 影片的最后呢 我们就要讲到话题一开始讲到的点 月薪多少钱才可以买到Proton X70 flagship 其实假的啦 最近很多人都讲啊 很多月薪两千要买CV等等等等 其实这种行为我们是不建议的 因为你真的会逼到你自己很惨 所以其实买车还是要供得舒服最重要 我个人建议你再扣除了一切Commitment 然后再扣除了就是EPF等等啊 你每个月的余额会有1500到2000块左右呢 买这个Proton X70 是一个比较舒服的状态啦 因为每个月供期大概是1047块左右 然后算一下打油的费用等等等等 其实我觉得这样子是刚刚好 当然如果是讲你的Commitment比较低一点的话 你的月薪可能在3000多4000多块 你觉得你供得起这样子也是可以 不过还是建议大家供到舒服最重要 好啦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养车保养的影片内容 那么大家下一集想看什么车的保养费用呢 可以在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们知道 我们会尽量为大家带来详细的信息 然后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 拜拜 中文字幕快乐 请订阅一下